中间男人如何成功去游 这个男人不帅不富 中年微胖 可在这场饭局上 三个女人都在为他争风吃醋 这里是金熊猫放映室 用三分钟解读一个好故事 由马依丽扮演的约会对象 受邀来到徐征扮演的画家 老白家中进行约会 可不料老白的女学生也不请自来 向老白诉说心事 更巧的是 老白的前妻因为收到老白母亲的礼物 也拜访到老白的家中 于是三个女人围绕着这个中年男人 上演的一台好戏 老白的吸引力究竟在哪 首先有情趣 在与李小姐约会后 人到中年的她仍然会起来给她做早餐 把鸡蛋煎成爱心的形状 虽不富裕 学会去小当铺精心挑衅衣服 打扮自己 烧得了一手好菜 街坊邻居 人尽皆知 都要来向她请教厨艺 这些生活细节习惯 恰恰证明了 老白是一个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的人 试问 谁不愿意和一个会生活 懂生活的人一起交往呢 其次 细心善良 在与李小姐约会时 两人共同去看话剧 李小姐看得潸然泪下 而老白却睡已沉沉 尽管自己看不懂 可知道李小姐喜欢 并得知这个话剧的原著小说很好看时 她还是会买下书 并亲自送到她家门口 在她忙时 帮她照看小孩 她有工作需要 她也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正所谓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真喜欢你 不是看她做了多么伟大的事 而是看她愿不愿意 一直持续地做一些小事 最后 清爽真诚 在与他人意见不相符时 不会把自己的思想 强加到对方的身上 对待女性 她从来保持绝对的尊重 不会去打量审视别人 女人们在和老白打交道时 会感到这个人 没有什么非分企图心 自然就会有安全感 相处起来也就轻松 自然 无压力 当然 以上这些只是基础加分项 老白魅力真正重要的法宝 是她还相信爱 有勇气 追求爱情 试问 人活到不惑之年 谁没有遭受过 爱情中的背叛与伤害呢 李小姐变得犹豫 害怕 不敢再爱 葛罗利亚则是彻底放飞 只图好玩和新鲜 不相信爱 而老白 她仍然坚信爱情 勇于追求爱情 正是这份经历过创伤 看破生活真相后 却依然选择向前走的 真诚与勇气 打动了她身边的女人 片名叫爱情神话 可真实的爱情 哪有那么多神话 生活本就是琐碎的 一地鸡毛的 只有自己努力生活 大胆追求 爱情的神话 才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金属猫奖 参评作品 持续推荐中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